那首先啊,咱们就先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流程啊,应该怎么去做 数据啊,咱们已经看过了,数据来说还不难是吧 因为数据还是比较标准的格式,我们不用太多的清洗就可以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但是啊,就是对这个任务来说啊,就是前期啊,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并不是说数据怎么清洗,然后咱们模型怎么建 遇到最烦的一件事啊,就是说这个编码的一个转换的一个问题 因为就是原始数据的编码啊,跟我们一会儿要用的还不太一样 所以说呢,我们先得把这个编码格式啊,确定好 可能大家也是身有这样体会啊,尤其是你python3啊,和python2都用 而且上来说就是,你还不能光一个,因为我这边有项目啊,必须用python2去做 然后现在大部分给大家讲课的时候啊,都用python3去做的 python3啊,和python2的编码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想把一个2,转成一个3,在这编码格式上啊,你要做的东西就太多了 然后这块啊,就是我也给大家提债个型,就是python3和python2编码格式不一样 所以说,到时候啊,就是你想有一个团队去作战事情的时候 不可能说你用python3,我用python2啊,这里边的东西啊,就是有很多特别烦的东西了 到时候一会儿大家看到这个编码格式啊,转起来比较烦的一件事啊 这是咱们第一步,先把我的编码格式啊,进行个转换啊,转换成一个比较合适的格式 然后呢,接下来我要对数据啊,进行干什么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看到数据长什么样子 用户搜索了一系列东西是吧 那他搜索啊,他不是一个词,一个词搜索 而是搜索这么一句话吧 比如说啊,我说说一句话 我今天刚刚看完那个NBA嘛 然后周琦被放到那个发展联盟了 我想搜周琦啊,他这个身高 一搜这个周琦身高的时候啊,是不是打出来什么啊 周琦的身高,那这样啊,他就不是一个词 而是一个句子吧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啊 要对我的一个数据 或者说对我的一个一句话 进行一个分词 分成一个词,接着一个词,一个词 词,空号词,空号词 为什么这么做啊 因为我们要进行一个筛选 还要进行一个过滤 可能有些词来说啊,对我是没有用的 然后我可以把这个词啊,给它过滤掉 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词 它现在来说里边有一些有的没的 比如说掺查一些英文单词啊 掺查这些字母啊 这些啊,咱们就偷偷不要了 我们只保留下来啊,最主干的东西 相当于是对数据先进行分词 分完词之后呢,再进行过滤 要做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呢,有了词之后啊 咱们干什么啊 可能大家一听到词之后 都有这样一个想法 词我要做向量吧 计算机可不认识词啊 那我们要构建一个模型来说 首先啊,就是你得有一个词向量的一个模型 这个怎么去做呢 我们还是用老套路啊 用这个wordwriter去构建一个词向量模型 基于这个词向量模型啊 然后咱们再去构建我的一个特征 构建特征的时候啊 咱们是这么去做的 因为这块之后可能大家看到一些好做法 比如说LSTM啊之类的 咱们现在啊,先用一个平均的向量 比如说一个句子当中是有十个词 那你说一个词的向量 我可以构建出来 那一个那一篇文章的向量 我该怎么构建啊 咱们这里啊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啊 去求它的一个平均向量 比如说有十个词 那我十个词向量都求出来 然后呢 我说句子的是怎么样啊 句子啊,求一个平均啊 咱们暂时先这么去做 然后最后呢 我们要建立一个预测模型吧 建立预测模型啊 其实上啊,并不难 只需要我们调包啊 咱们这个调包调起来比较简单了 比如说你用这个SKLearn啊 它去建立一个分类模型 怎么去做呢 很简单吧 第二分类模型出了一个 第二个分类出了一个是吧 咱们到时候啊 再用给大家说一个东西啊 就是比较常见的 叫做一个堆叠模型 大家也可以用堆叠模型啊 来进行一个尝试 那这个啊 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这样一个任务 基于用户啊 它的一个搜索行为的数据 然后呢 给用户啊 打上一个标签啊 就这三个 年龄 性别 还有学历啊 做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 咱们的一个用户画像的 一个案例 然后第一步啊 第一步干什么啊 第一步我刚才说了 就是比较烦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把数据啊 转换成一个编码 可是今天转换 转成UTF-8的编码 防止啊 咱们之后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咱们刚才 在看这个数据的时候啊 也看到了 我说啊 数据是有十万个呢 十万个数据啊 对咱们来说 蛮好的其实啊 其实这个数据量多一些是好的 但是数据如果说太多的时候啊 会什么样 咱们算起来 它就太慢了 所以说在这里啊 进行了一个取子集 就是时间当中啊 只取了其中一万个数据 那相对来说 取的量比较少啊 到时候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性能 因为我是在我这个笔记本上 做这样一个demo 然后就给大家讲的 所以大家到时候如果说 你的一个性能比较高 或者说你可以容忍的时间啊 比较长 像是我做什么事比较心急 可能就是等个东西 你知道我等两个小时 我这个等不下来 所以说我把这数据啊 进行了一个缩减啊 缩减成一万个数据量 这样咱们就是 在自己的笔记本当中啊 基本上 无论你笔记本啊 性能再低 我们跑这个案例啊 也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到时候大家 就是着情的进行考虑吧 你是一万两万啊 甚至十吧 这都可以的 首先呢干什么 首先啊第一开始 我要把原始的数据读进来吧 原始数据啊 指定好这样一个编码 然后呢 我就按照这样一个编码 下来读进来 然后这块啊 就是可能大家 先或之后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编码来说啊 之前说了 哎呦 这个怎么老跳 Python3和Python2来说 嗯 不太一样 所以说 我现在这个版本啊 是一个Python3的一个版本 如果说大家有Python2的 还需要在编码上 进行一个稍微的一个改变 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整定一个Iros 等于这个啊 等去忽略一下什么意思啊 它例子就是说 当我去读一个文 就是读这个文档的时候 然后可能读到说 呀哪块它有一些乱码 什么样的 这些错误咱们管吗 这些错误啊 就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 数据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就是那么两三行数据 两三行数据少 可能十万数据当中啊 有那么二百行数据 它是特别特别少的 那就是不是特别少 就是编码有些问题 所以说在这个块 我们就是怎么办了 直接把有问题的 忽略掉了 因为这个编码 它出现一些乱码 出现一些东西啊 这个东西出起来 就比较麻烦 而且量比较少啊 直接给它忽略掉 就完事了 然后呢 再我读出一书 刚才说了 就是说在这里啊 我写了一个零 冒号一万啊 就相当于是我从零开始 取了这么一万个数据啊 先把数据啊 给它取到手 所以写到手之后呢 先把我的一个空格 给它去掉啊 相当于所有两边的 一些空格值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要取 有用的东西吧 在数据当中 你觉得什么有用 你就取什么东西 然后这一块啊 就是取什么东西啊 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嘛 咱们需要什么 咱们需要的就是 一个人来了 然后这个人 他的一个行为 这是需要取的吧 行为这个东西 我需要去取 然后呢 标签你是不也需要啊 比如说 咱们刚才说的三种标签 年龄 性别 学历 三个标签也要吧 所以说啊 先把这几个啊 都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呢 然后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格式的转换 格式的转换 这块稍微写的有些麻烦 因为这个 原始数据啊 它的一个格式也比较烦啊 它这个不是一个 UTF-8的格式 所以说呢 干什么 我们先要对我的一个字幕串啊 进行一个编码 编成一个UTF-8的 然后呢 转换成一个字幕串的形式 这一块啊 就是相当于是 进行了一个编码转换 编码转换之后啊 然后按照字幕串 给它一个个拼在一起 一个拼在一起之后呢 然后给它重新写进来 就完事了 相当于 就是对我的数据格式啊 先进行了一个转换 转换成啊 这样一个UTF-8的一个格式 之后啊 咱们就都用啊 这种统一的格式去做就可以了 这是啊 这部代码啊 看着写着挺长的 其实就只做了 这样非常简单一件事 先做了一个格式的转换 然后做到格式转换之后啊 下面就是同样啊 因为在这里就是 有一个训练机 有一个测试机 测试机当中啊 就是这样 咱们打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测试机 它长什么样子 这个测试机跟训练机不同啊 这个测试机 其实它是个竞赛数据集 它是相当于 让你给它预测出一个标签 然后给你进行评分的 然后在这里 基本上咱们测试机啊 会用不上 为什么 因为咱们要做的 并不是去参加竞赛 而是我现在要去 自己评估一下 咱们这个当前这个事啊 做的多好 所以说这里边 它相当于是 只有一个搜索数据 然后它就没有那个标签了 所以因为咱们就是 没办法去进行竞赛当中 去评分嘛 我提交一个结果 所以在这里啊 这个测试机 咱们基本上 暂时就是用不上了 因为我们 我们没办法 进行一个评估的 这样就测试机啊 也关掉了 这个不要占内存 然后呢 在这里啊 就是咱们这块啊 就是如果说正常情况下 什么样 正常情况下 就是测试机啊 和训练机 你俩得保证是 处理方法都是一样的 你训练机是怎么处理的 你这个测试机啊 处理方法应该都是一样的啊 这个就是不应该 就去进行一个差异化对待 在这块我写出来啊 就是咱们这个编码啊 应该都是一样的 然后得到了当前的一个结果 然后就好了 然后得到结果 它长这个样子的 就是有一个-1万 咱们来看 你看这就是处理完之后的结果 相当于是取了个字集 看一下这个东西吧 就是我看一下 哪块是-1万啊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东西 我看一下名字啊 这个名字当中啊 Data Pass十万 看上面这个吧 Querie十万吨 然后Querie十万吨-1万 在这里 这就是我生成啊 咱们转换编码的这个字集 咱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第一步啊 做完一个编码转换之后啊 是没有什么一个区别的 就是原始数据长什么样 这块我们做事比较少啊 相当于是只做了这样一个编码的一个转换 然后上面呢 第一个就是第一号是我写了 咱们当前这样列的一个名字 这个是方便咱们Pandas啊 可以进行读件的做这样一个处理 然后后面呢 基本都没有变啊 只是说只有只有什么变啊 只有它这个编码变了 转换成一个 咱们一会儿可以利用的一个编码啊 这就是咱们第一个片段啊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 然后做完了编码之后啊 第一步啊 大家先确保 就是编码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自贵的 你能做的吗 我能做的吗 你能做的吗